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 伽玛分配 首先我们介绍什么是伽玛分配 伽玛分配的定义是这样的 有两个参数 一个叫做α 一个叫做β 那么这两个都是正数 都是正数 那未必一定要整数 但是都是正的 那么如果说它的几率密度函数呢 能够是这个样子 β的α次方 这边有一个伽玛方选 x的α减1 这个地方是跟伽玛方选的一样 1的负 这边要除一个β 如果是长的是这种形式的 我们就叫做伽玛分配 那么有两个参数 伽玛分配 其实它没有那么重要 但是它所衍生出来的 kisquare的分配 那真的是非常常用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现在我们来看看 不同的α跟β 我们所形成的伽玛的分配的图形 是什么样子的 以α而言 α身为形状参数 它影响的是陡峭的程度 那么我们现在画的是三个 各位同学来看 现在β我们的固定控制为1的情况 α在改变 α等于1 它是一个严格减函数 α是2 这个地方 有上去再下来 它是一个右偏的一个函数 那么随着这个α越来越大 它会慢慢的怎么样的 比较平缓 越来越宽 越来越宽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形状参数 这个叫做尺度参数 β值 是影响到的散步的程度 如果β越大 那么应该是散步的越宽广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是原来的 γ分配的这个几率密度函数 那么要注意的是 α跟β都是正的 而且他们这个地方来说 全部都是没有负值 它是由0起算的 还有注意的是 这每一个值 每一条线 他们所围出来的面积 总和都会是1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 γ分配的期望值 那么我们要算这个期望值 最有效率的算法 就是用动差的方式算 那么我们现在先算的是 一个R阶的动差好了 R阶的动差是什么呢 就是xR次方的期望值 xR次方的期望值 这边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原来的 γ分配的函数 再乘上x的R次方 那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这是γ分配 我们再多一个x的R次方 是不是这边就多一个R 加上其他都照超 我们算出了R阶洞差 我们就可以算出一阶洞差 一阶洞差就是期望值 来我们继续往下做 现在我们要利用什么呢 叫做一个技巧 就是γ方选的一个观念 我们来想一想 为什么要令y等于β分之x呢 因为γ方选这个地方是一个-y 这个地方是y的某某某减1 某某的数字减1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它控制成一个y 会比较方便 令y等于β分之x 那么dy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因为这边dx就要把它取代掉 两边为分 所以dy是等于β分之1dx 好 现在我们准备要把这个x 用β乘y来带进去 β乘y带进去 这个地方x把dx也用这个β乘dy带进去 好 我们全部带进去 现在我已经把它带进去了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地方带进去 有没有问题呢 来我们看 这个地方来说 x叫做βy r加α减1 那么其实就是β的r加α减1 再乘上y的r加α减1 因为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积分式 它是对变数是y 对y来积分 跟y没有关系的数字 我们通通都可以把它丢到外面去 来我们看到了没有 丢到外面去 这边照抄 这边的话呢 我们把它丢到外面去 留下一个y 不能随便丢的 因为它是变数 那么这边是e的-y 没有问题 那这个地方 dx就是β乘上dy 好 那么在下一步 我们可以开始来整理什么呢 这个β 这个β可以丢到外面去 所以其实这个可以拿掉 拿掉的话呢 这个扣一个 那么这个β的α四方 这边也拿掉 这个也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可以变成什么呢 这边照抄 上面是β的r次方 积分0到无限大 y的r加α减1 1的负y 底y 这是什么 这个我们快成功了 为什么呢 因为 γ方式 我们再复习一下 它是0积到无限大 那这个地方来说 是x的α减1 这个我们用原来的最原始的写法 当然用y也可以 那各位同学请比照 这边是α 这边就是α减1 那这里各位同学 你们只可知道 它是什么了 这是γ方选的r加α 来我们把它改造一下 r加α 这是γα 这是γR加α 那么可不可以再化解呢 当然可以 来我们令r等于1 因为我们要算的是一阶洞差 一阶洞差 就是我们所谓的期望值 那么我们现在令r等于1 那就是1加α了 1加α 那我们就可以上下对销了 1加α 这是γα 那么其实这就是什么 这两个对销了之后 这就剩下了一个α 所以是αβ 这就是γ分配的期望值 算了γ分配的期望值 那么我们当然 我们也要顺便算一下 γ分配的变异数了 那么刚才我们是不是算了 这叫做r接的洞差 r接洞差已经算出来这个 那么我们当然 有了r接洞差 令r等于1就是μ 令r等于2 就是二阶洞差 那么我们来想一下 变异数其实就是 这个叫做二阶洞差 扣掉一阶洞差的平方 那么我们把它 二阶洞差算出来 二阶洞差的话呢 其实就是2加α 这就二阶洞差 αβ是不是一阶洞差 就直接就平方了 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结果 这是什么 这个都是可以把它展开来的 这边是1加α乘上α 所以这边就是1加α乘上α 减掉α平方β平方 来展开 我们发现什么呢 α这个是αβ平方 β平方α平方 提到前面去 剩下这样 这边刚好没有了 所以他直接得到的是 αβ平方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γ分配的变异数 我们了解了 这个γ分配以后 对于后面 就会比较容易 这些计算的过程 如果说各位同学 觉得是困难 可以多练习一下 因为曾经计算过以后 对于后面的这个学习 是很有帮助的 其实γ分配 它不常用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k2卡方分配 就是γ分配的一个特例 我们学会了γ分配 我们导出了卡方分配 就会非常容易 那么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是 动差的一个计算 什么呢 期望值跟变异数 那么需要的是 一个基本观念 就是说 我们需要是 微分跟积分 所以让各位同学的话 在这个学习过程之中 如果你们对于 微分跟积分 有困难的话 应该要回去复习一下 这样子对同学来说 学习才会完整 才会比较有效率